这个 Honda City Sedan 跟 Honda City Hatchback 呢 发布了那么久 所以我们现在做试驾影片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不过今天我们来点特别的 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款车各自的卖点在哪里 还有你应该选择哪一款车 然后问一下小杰 如果两款车给你选 你又选哪一款 你看我现在已经站在这个 Sedan 的旁边 我肯定就会选择这个 Sedan 的版本了啦 如果是给我的话 如果我喜欢的那款车 有 Hatchback 的话我就一定不会选 Sedan 所以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喜欢它能不能的地方在哪里 小杰 你先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 City Sedan 我对这个 City Sedan 之前 因为我 before 考虑我购买我自己的车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 City Sedan 的 毕竟它的价位就是在我的 affordable 这个 range 里面啦 我就觉得这个 Sedan 的版本啊 它整个线条就比较优美 比较平衡 所以我更喜欢这个 Sedan 的版本 再加上它的 practicality 加上它的后排空间也更加的大 虽然 Hatchback 它的乘坐感受也是不错 只是它的这个后排的乘坐感受 还有它的空间来赶 这个 Sedan 版本肯定是比 Hatchback 好上一点点 可是灵活性上 Hatchback 也是有它的优势的 这样除了你以上讲的东西 以外这辆车还有什么你喜欢的特别的点 你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这辆车的话 那时候我用这辆车在我家人的话 它的后排空间还有它是有这个后排冷气出风口的 它全车系都是标配 而且 Hatchback 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Sedan 啊 更加适合来小家庭的一辆车 因为后排的话 如果你要载你的家人 你要载一个 baby 的话 后排有冷气出风口 这样对后排的乘客来讲 肯定是比较好的 这样我是赞同的 因为这辆车的这个后排其实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冷气出风口其实好像上一代也有了 上一代也有 感觉这一代后排的冷气出风口风会比较大点 风量更大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City 最大的改进是改进在它的这个舒适性上 像这一代的车型 它前面的椅子跟后面的椅子就是包覆性都比较好 然后后排的空间基本上跟这个上一代一样大 如果像它讲的小家庭的话哦 就是如果你旁边放 baby chat 然后你的老婆坐在旁边还要照顾 baby 的话 那个空间表现是足够的 然后你一个人前面开车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设定啦 是因为其实这一代这个GN2的这个最新一代的City 其实它的轴距还有车长啊 已经是媲美那个 呃那个圆灯的那个 叫我名了吗 Civic FD Civic FD 的那个 那个车程长度了 所以比现在你可以拿到City的价格来买到这样子的尺寸 相对来讲是比较值得的 没有啦它的长宽高是差不多接近啦 只是它的轴距还是短了一点 轴距是短了一点点啦 轴距短了100mm 不过其实它的空间表现真的不会输Civic FD 因为我之前也是驾过Civic FD一段时间 所以我对那两车还是蛮熟的 我觉得OK的 OK 接下来就要到我讲一下我为什么我会喜欢Hatchback 现在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Hatchback的版本 简单一个字帅 然后我还有其他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只是看车头的话哦 这个City Sedan 跟City Hatchback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差别 可是你看后尾的话 这个屁股讲真的我觉得帅很多啦 而且Spotty 非常多 而且讲真的其实刚才小姐有讲到嘛 就是这个City Sedan 其实是瞄准这个小型家庭的比较多 可是我以我自己在路上的观察 我发现会买City Hatchback的车主哦 大部分都是小姐姐 OK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车是先杯车 所以它开起来很灵活 我觉得这个是在城市驾驶里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你的车船短了之后 你要parking就很简单 如果讲你今天去跟你的朋友聚餐什么 那边parking位很小 如果你叫Sedan的话 可能你park进去过后 你的屁股会有一截出来 那么你就会有可能 会有这一个被人家撞屁股的危险 但是Hatchback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重点是 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啦 Hatchback其实更加适合单身人质 或者是短期内没有打算结婚的人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其实这辆车的空间表现还是OK的 Normally 大家对于先杯车 就是有一个看法 就是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不出色 可是实际上哦 我们该做了一点点收折的动作 你看打开了这个 你拆掉这个杖板之后 这辆车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OK 然后它这个微箱空间表现也非常的大 虽然官方的数据是讲 它只有大概是200多个L 不到300L 会比起Jazz小一点 可是因为它加宽了 然后它这个深度也足够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放的东西更多 再来一点就是 我发现City Hatchback 还有一个很出色的地方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一些读者讲我吃很好 意思就是我肥了啦 所以我有打算要减肥 然后我买了一辆Folding Bike 然后这个交车今天刚刚到 然后我发现一点就是哦 这辆车 你把它的这个后排作为倒屏之后 基本上你要把这个Folding Bike放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吗 还有很大的空间表现 也就是讲如果我weekend或者是我休假的时候 我要去骑个脚车 我把脚车收着好丢进去 关了门我就可以走了 讲真的这个是我的Iris 虽然它也是辆先辈车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个空间表现真的真的非常适合 就是如果你有债务需求的话 它真的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些特点之后 其实这两辆车的定位真的很清楚 如果是小家庭追求比较大的使用性跟舒适性的话 那么就去Sedan 如果是短期内不打算结婚的人士的话 其实City Hatchback也足够使用啦 它的空间表现真的很好 OK 接下来讲完了这个 瞄准的人群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这两辆车的特点啦 就是今天左边的也好右边的也好 这两辆车都是1.5V 不是VSense 啊 VSense 应该是后来才推出的 所以Honda Malaysia 是暂时没有这个Testride 车 然后你觉得这辆车的Spec 够用吗 绝对是够用了这个VSpec 的话 如果你讲这个VSpec 它唯一我觉得不足的地方 可能它是少掉那个主动式安全备备 也就是Sensing 所以Honda Malaysia 也是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就推出了一个VSense 的版本 就像Ivan 所讲的 我们暂时拿不到那个VSense 的版本 只是它是插在那个主动式安全备备 还有那个全夜景仪表 这样子而已 这样在外观还有里面都是The Backrounder 基本上可以说是有90%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些配置方面呢 就是Sedan 版本 比它HP多了一点点 也就是后排人去出风口 其他的基本上是照搬过来用啦 这个就我比较不明白 为什么RX 版本有后排的人去出风口 可是这个V版本没有 这个又有点奇怪 这就是Honda 要逼你上RX 了哦 没有啦 这样其实也不是啊 不过我讲真的 这辆车的冷气 Honda City GM2 或者是这个Hashback 版本 GM2 是Sedan嘛 Hashback 版本我忘记什么酷了 不过不用紧 它们的冷气都有个特点就是很勾力冷 Honda 的冷气一路以来都是非常的凉快 因为讲真的 这辆车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讲我开到22度然后一格风我还是很冷 晚上的时候 然后已经不知道怎样办了 你在开23号的话它就是出那个温的风 一点凉度都没有 可是它就是太冷 我觉得这个是对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来讲一个很好的点 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常年都很炎热 所以这个冷气我觉得冷是有必要的 我只是一个怕冷的人 不过不代表全部马来西亚人的立场 我现在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还是喜欢冷的冷气 肯定 然后这个Hatchback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点 真的是这个Sedun版本所比不上的 就是它的这个Ultra Seat 的设计 Ultra Seat 的设计真的是太灵活 像刚才我们已经展示的这个只是倒屏而已 它还有别的模式 例如讲它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垫收起来 给你放比较高的物品 例如讲今天可能是你的女朋友你的太太 或者你自己去买花 去买这个盆栽很高放不下是不是 它又不可能倒屏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盆栽塞在后面 给它用直立的方式运载 这一个真的是很绝 不过其实这一个设计是从上一代JES 遗留下来的这个 我觉得它是好的设计啦 不过讲真的 也因为这样子的设计造就了这个后排的空间 有一点点的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一直讲后排空间后排空间 这样你带来你带你来看一下这个后排空间 到底有几充裕啊 你看我175cm 翘脚绝对不是问题 而且中间的隆起基本上是平的 你要做三个大人都不是问题啊 所以上个星星我载这辆车 来载我家人的话真的是可以一家五口做到蛮舒服的 中间还有这个armrest 这边的这个窗口面积是非常的大 而且Honda也是重新设计了前面这个桌椅 所以让它比较凹凸这边空间更好 而且这个是比较斜的 所以让整个后排空间看起来的视野更加好啊 所以这后排空间基本上我可以说是 Outshoot这个C Segment Sedan 甚至是D Segment的 所以真的不是任何一台B Segment Sedan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懂B Segment Sedan 或者是其他B Segment 车款 都是后排就比较cut spec一点点 但是这个City Sedan的后排 基本上是没有cut spec的 这边虽然是Hard Plastic 但是它的Plastic 就比较不错 比较有quality的 而且是采用这种双色的Dual-Tone设计 中间有这个Ivory White的皮革做称搭 所以看起来摸起来也比较的attest 其实这个Ivory White也是其实之前 上一代HRV沿用过来的 只是那时候是整个车的皮革座椅 都是这个Ivory White 所以马来西亚消费者接受不到白色以外的皮革 所以就Honda把这个皮革 现在装为这个accessory的试板 所以是蛮好看的 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设计黑白 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那中间这边就是HPAC没有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后排冷气出风口 它的风量虽然不是独立的恒温空调 但是也是非常的充裕的 冷气的风量温度也是不错 下面还有两颗USB的socket 所以整台车的灵活性 还有整个使用感受啊真的是不错的 因为这台车就像Ivan之前所讲的 就非常适合小家庭的一辆车 所以这辆车其实我就分享一点点 我自己额外的一些感受啊 因为我家里就是第一辆 我有一时以来第一辆车就是City Sedan 所以这款车就是我 like since I was born 这款车就是我的家庭车 所以这款车就是身为很多小康之家 一些打工族能够购买的一台 比较不错的一辆家庭车 OK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ity Hatchback的后座的空间表现 就像该小姐讲的 这个是纯黑色的 它没有这个双色的设计 然后中间这个鼓起的面积会比较大 这个可能是因为Magic Sea的设计 老实讲我这样的看感觉好像跟这个City Sedan差不多 但是当你坐下去的时候 我的头已经顶到这个屋顶了 不过幸好这个屋顶是浅色的设计 压迫感没有这样重 不过实际上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先飞车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门槛呢 它是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所以其实它有一定程度的压迫了这个头顶的空间表现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讲City Sedan是比较适合这个有家庭人士使用 如果讲平常你很少载人的话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当你需要载人的话 如果讲你的乘客身高没有太高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这个脚部的空间跟Sedan是一样出色的 只是头部会有一点点的压迫感啊 我的身高大概是181cm左右 然后我的这个头部空间只剩两个指头 然后压迫感会比起Sedan明显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的后座空间表现 舒适度上还是OK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只有一个置物格 然后它没有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你是不是很有表演艺 你是不是很有活力 你是不是很喜欢拍视频 你是不是想在这个YouTube跟TikTok展现你自己 我们要你 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 可以填下面这个Google Form 我们等你哦 OK啦我们讲完了这个Sedan跟Hatchpack之后 我们来试驾一下这个City Hatchpack Sedan 因为讲真的 不管是以前也好还是到现在都好 我们都没有做过这个City 1.5V的试驾影片 我们都是做这个RS比较多 所以今天就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毕竟买这个1.5V的人还是比较多 其实讲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这个City Hatchpack 还是City Sedan都好 它们的1.5L引擎其实是一个新的引擎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它是之前是Single Overhead 现在是Double Overhead 它现在是这个我们怀疑就叫做双置顶突然筹的引擎 其实你看它的引擎输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个也是进不到121PS 然后这个峰值扭力也是145 可是有一个差异点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就是它的这个峰值扭力出现的区域 旧的Engine是4600转可以发回145Nm的峰值扭力 可是新的Engine就可以在4300转发回出143Nm的扭力 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车的加速是比较快一点的 可以感觉到它的整个起步是轻快有很多的 对 轻快非常多 可是讲真的这种家庭车我觉得 你的这个性能做到这样快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在 这辆车给我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它的这个油门调校它的马力设定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市区驾驶的话非常轻快 尤其是这个Hashback 讲真的Hashback你这样子驾的话 你会感觉到它蛮Sporty的 然后我觉得Hashback还有一点我不懂有没有发现到就是 因为Hashback 可能它没有一个屁股的关系 所以它后面少了一个重量 它的这个后选掉有点压不住的感觉 所以后面的鱼震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可是或许这个也是为什么它比较Sporty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啦 这个City Hashback 的Handling 会比去Sedan 版本好一点 这个是真的啦 虽然我自己会prefer那个Sedan 但是Handling 来讲 这个Hashback 就好了很多 它整个Body Road 就少了很多啊 若Sedan 的话 你太高速的过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屁股甩了出去 你要等屁股回来的那个时间 但是Hashback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一转它就回来 一转它就回来 对 它屁股不会有一个甩出去的感觉 所以 这个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喜欢Hashback 的原因 其实不只是这个City Hashback啦 就算是Yaris或者是Iris 或者是MASA 2 Hashback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讲真的 这样子加确实是比较好玩一点点啦 至于这个Sedan 版本 我还是必须称赞啦 它的这个舒适性真的是好 是 这辆车它的悬吊可能设定到比较硬朗一点点 哇 所以 可能你在后排的乘坐的感受来讲 可能没有太过的舒服啦 但是这辆车就偏向一个比较年轻的 就像你前面所讲的 年轻想要可能偶尔去去跑跑山 这样子是非常舒服的 我们有这样快要结婚的人 不然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打算结婚 你想拿这辆当家庭车的话 首先你要问一下你的老婆先啦 看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后悬吊的弹跳 如果他可以接受就没有问题 他不接受的话 你买一辆车以后你的耳朵就会受罪啦 啊 讲真的 这辆车 Sedan 版本啊 I mean City Sedan 的版本啊 确实它的这个舒适性真的有受到很多 有家庭的人的喜欢 就好像洗车佬这样 洗车佬讲GR86要打97太贵 所以他买了一辆可以打95号车 就是 City Sedan 他自己讲平常 如果讲他一般是 呃 如果没有坐太长途的驾驶的话 然后他可能是平常去买买菜什么啊 他比较 prefer City 驾 他驾 City 出门 因为他讲 City 很好驾很舒服 然后很轻 然后重点是很省油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 我觉得大部分马来西亚小费者都蛮注重的一个店 肯定 所以其实这辆车我这样做下来啦 无论是 Hatchback 或者是 Sedan 版本 比起上一代我觉得 这一代 City 啊 它比之前的精致了很多 我不是讲这些 Interior 的精致啊 我是讲它的整个 Engine Tuning 啊 它的 Gearbox 换牙的整个 顺畅度来讲哦 它是真的是 好了很多 你会感觉顺畅了很多 我整个起步又快了 又不会有那种刺耳的声音 是是是 其实这个 Engine 你踩高转的时候 其实它是蛮安静的 像我们停在红绿灯 我推去 End Down 我试一下 你听这个 Engine 的声音 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 所以有一点点吵 但是它是细致的 它不是那种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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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它又没有到刺耳的那种声音 对对对 可能如果你是有 Honda 性仰的话 这个没有那种高转的 Feel 但是讲真的啦 这样子的 City Card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是非常特别的 然后其实我还有发现一个重点 新一代的 Honda 车款 从 City 开始 到 CR-E 到 HR-E 然后到 Series 它们其实主打的 再也不是这种外观跟 Specs 这些方面它们都很强啊 它们主打的是 Refine 对所以你看 无论是在这个 Engine Tuning 或者是你看它的内装啊 它不会感觉上一代的那种 皮口感那种声音 是是是 然后它的 NVH 其实进步很多 啊 肯定 OK 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我们 我们不讲话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轮胎声真的是安静很多 这个是上一代的车型做不到的 其实讲老实话 它 GM6 的 City 在上一代的 B-Segment 里面 是隔音最差的那一个 它的空间很大 它的那个隔音是最差的 但是这一代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最好 但是最起码它是有的 5 的那一个 它绝对是有的 5 的那一个 所以 很多人对于 City 的印象就是 City 很吵啦 City 隔音不好啦 我可以跟你单打包票 这一代的 City 绝对不会 所以 尤其是驾了 GM6 的车主 去驾这个 GM2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啦 你绝对会感觉到它是不一样的 进步感真的是很强啊 嗯 其实讲了这样多喔 它的进步这样多对不对 我最有感的还是它的这个 Engine 对 它的 Engine 上一代 Pick Up 很快 上一代的官方数据 0 到 110.5 秒 在 B-Segment 里面来讲很强的 可是 上一代因为它是 Single Cam 的关系 如果你是高速公路 你长途驾驶的话 你会觉得 它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它的这个动力储备其实不是很够 尤其是在 110 之后 你要再加速 例如讲你超车的时候 你要再加速 这辆车的这个 是给不到那个爆发力 它不够那个爆发力 可是这个 Twin Cam Twin Cam 的 Engine 做得到 是 Twin Cam 的 Engine 就是 它的这个中段大概是 80 过后到 120 它这段力很饱满 真的是一踩就来一踩就来一踩就来 所以 很可惜啦 就是 现在这个日本那边是没有 My City 跟 City Hatchback 的 不然的话你移植一个 Liu MT 过来 这个就真的是很好玩啊 真的是可以下车 就好像 就好像之前那个 Jazz 那样 Jazz 其实蛮多马来西亚的玩家 就是去 install 那一个 直接移植啦 日本版的那个 L15 B Engine 有 Direct Injection 的跟六速自拍 是真的是很好玩 而且还有人直接拿来 Downtrack 啊 对 其实 好像刚才你讲到啦 这个 Jazz 啊 为什么就是没有在马来西亚版本 或者是这一个 City Hatchback 是没有在这个日本版本收卖的 所以就提一提啦 这个 Jazz 其实是在外国 欧洲或者是这个日本市场 它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位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非常圆润的那个车款 是没有在马来西亚收卖的啦 其实这个 Honda 也是考量到的 因为毕竟啊那个车的研发成本是高了很多 而且因为 City 本身就已经在马来西亚 已经有 CKD 本地组装了嘛 所以它们把这个 City Hatchback 只是短了一个屁股这样子 它们可以 share line 共享成本 是 share line 它们的 product wise 的整个 line up 是更加可以压抵那个成本啊 所以如果那辆 Jazz 带进来马来西亚 卖一个 100 千 你会买吗 所以没有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在于 新一代的 Jazz 太可爱 是 太可爱了 可爱到我自己有点难以接受 可是 讲老实话 我在路上我看到 City Hatchback 的话 什么颜色都好 尤其是黑色 就像我们今天私家的黑色 我会多看两眼 真的很帅 真的是帅 尤其是当你稍微的动一动它 Body Kit 真的有那种 A-Class Hatchback 那种 1 Series 这样的感觉给你 因为它整体它的尾灯啊 真的是非常的细腻啊 就刚才我们讲的 Refinement 它整台车无论是内饰引擎的 它灯就是 Refinement 它的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 Wayton 的 Design 其实不像 B-Saman 应该有的 对 它有点 Quantity Car 的感觉 又熏黑又细细的样子 是 然后有那个 3D 的 effect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如果讲你是考虑买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话 然后你的 Budget 允许的话 那个 Modulo 的 Body Kit 一定要上 因为 Modulo Body Kit 一上之后 这辆车就变成小 Type R 很帅 很帅 真的很帅 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次 真的是很帅 讲老实话 如果讲我本身不是开着 B-Saman Hatchback 的话 我会买 City Hatchback 的 因为我现在如果 B-1B 好像没有什么升级 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会买 City Hatchback 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辆车 我嫁了那么多次 我每一次对它都是赞不绝口 OK 今天的影片确实比较特别一点啊 我们只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于这辆辆车的看法 所以其实大家看了我们的影片之后 是不是对于应该选择 Sedan 还是选择 Hatchback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想法的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啊 还是那句啦 买什么车都不重要 重点是你自己喜欢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点 因为讲真的 别人讲到这辆车多好 你不喜欢的话 你买下去其实自己也是不开心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跟你讲 哇 Hatchback 不好的 可是你喜欢 Hatchback 的话 你就买 Hatchback 如果你的家人跟你讲 Sedan 好像不美 可是你喜欢 Sedan 那么你就去买 Sedan 简单 对 所以没有最完美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车 所以这两款车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相差了一千块 所以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价格 是 After SSD 是 91,600 令吉 这个 Sedan 版本是 90,600 令吉 所以这两款车 最主要是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择 配置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给你的话 你会选择 Hatchback 还是 Sedan 呢 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 Honda Malaysia 的 Marketing 做得非常的精准 对 其实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消费者 其实是不喜欢 Adas 的 就是那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 Adas 你就买这个 1.5 EV 咯 如果你觉得 Adas 很重要的话 那么你去 1.5 Vcent 那么该有的东西都有 如果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这个 City 应该是 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 然后带 ACC 的非国产车款 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而且它的 ACC 的准确性来讲 是比其他的同级别竞争对手 来的比较精确的 所以就是它的 Accuracy 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辆车在马来西亚版本 无论是 Sedan 还是 Hatchback 各自都有 5 个 Variant 5 个版本 让你选择 是蛮多的 是蛮多的 S E V Vcent Rx 所以讲 Honda 马来西亚真的是 非常了解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真的要什么东西 他们的 Marketing 只刀刀刀咯 他们在汽车营销手法 他们敢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了 是 所以为什么 Honda 马来西亚 能够在马来西亚维持 8 年的 Non-National Car 的 Best Selling 了 他们是 Passenger Car 的 Best Selling 对 OK 好啦 其实就是我们 以上影片的内容啦 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怎样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我们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掰掰